在乡间有这样一句俗话 即狗来富 据说这个说法是从《易经》里来的 在十二生肖中有狗 狗为祭秋为土 在后天八卦方位中 为更为东北 东北又为生门 为吉庆之方位 故更卦为吉 向更卦之 狗来自然吉利 在农村向狗给村民们 带来财富的例子 举不胜举 特别是太阳落山后 跑进家里的狗 会给主家带来大财运 而我们村里就曾流传过 这样一个关于狗来福的故事 从前村里有一个老头 特别喜欢狗 他曾收养了十多只流浪狗 这些狗每天都要吃掉很多粮食 他老伴恐怕粮食不够吃 就劝他将这些狗送人 他没有听从老伴的话 仍旧收养着这些狗 就这样 家里的粮食只维持了半年 便被这些狗吃光了 他老伴看到家里没有粮食吃 就生气的回娘家了 老伴走后 家里就剩下老头一个人 由于家里没有粮食 老头就去邻居家里借粮食吃 有一天太阳落山后 老头家里突然又来了一只大黄狗 老头有心收留这只大黄狗 又怕缺粮食吃 饿着他 就想撵他走 让他去寻一户 有粮食吃的人家 可是他却越是撵那只大黄狗 那大黄狗就越是不走 最后老头没有办法 值得让他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 家里没有粮食吃了 老头又去邻居家里借粮食 由于老头三番五次的借粮食 邻居也都烦了 都没有借给他粮食 到太阳落山后 老头两手空空的回到家里 可能是由于白天奔波太劳累的缘故 到家里后 他躺在床上 很快就睡觉了 睡到半夜里 突然他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 他一时也弄不清 那是什么声音 只听到院子里哗哗的响 他赶紧下了床 朝窗户外面看去 发现前几天来家里的那条大黄狗 正蹲坐在地上 张开大嘴巴 往外面不停的吐粮食 只见不大一会儿 院子里的粮食堆的都已经高过屋顶了 那只大黄狗才肯闭上嘴巴 不再往外吐粮食了 老头在屋里看傻了 以为是自己在做梦 就在屋里通过窗户 一直盯着那堆粮食 也不敢去院子里看看 恐怕梦醒了 那堆粮食也就没有了 到天亮后 他看到那堆粮食还在院子里 才知道自己没有做梦 村民们都听说老头家里有粮食吃了 才知道是那只大黄狗给老头带来了财富 老头的老伴听到这件怪事后 也很快从娘家回来了 从此俩人和和美美的过起了日子 老头在收养流浪狗时 他也不管了 因为家里总有吃不完的粮食 在乡间还有这样的一句俗话 猫来笑 也叫猫来穷 据说这个说法是从易经里来的 在十二生肖中没有猫 但是猫的兄弟虎 却进了十二生肖里 而且排名还很靠前 虎在风水寺寿中为白虎 与青龙对 青龙是极庆之神 白虎自是欠击之神 风水中龙抱虎除文武 反之虎抱龙带带穷 打挂时白虎摇 临财尔财号 求一问要时 白虎临身而病入膏肓 由此可见 猫若是无缘无故的跑进家里 特别是黑猫就会给这一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以前有一个财主 他非常的富有 家里的金银多得几辈子都用之不尽 粮食更是堆积如山 他也没有其他的喜好 就是喜欢养猫 他要是听到哪个村民家里养了只好猫 就会派人去硬抢过来 当时村里有一个瞎眼婆婆 他无儿无女 家里又非常穷 好在他养了一只非常有灵性的大黑猫 据说这只大黑猫就是瞎眼婆婆的眼睛 瞎眼婆婆可以让他领着自己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有时他还会帮瞎眼婆婆拿东西 可以说瞎眼婆婆根本就离不开这只大黑猫 这个财主听说瞎眼婆婆有一只灵猫后 就派一帮人去瞎眼婆婆家里抢那只大黑猫 瞎眼婆婆自然不愿让这帮人抢走大黑猫 于是就和这帮人发生了争执 在争执的过程中 这帮人把瞎眼婆婆给打死了 并捉住了那只大黑猫 把他带回了财主家里 财主非常高兴 并把他关进大铁笼里 派人日夜守住大铁笼 防止他跑掉了 过了两天 财主家里莫名其妙的燃起一场大火 结果这场大火烧掉了财主一半的家产 又过了几天 财主得了一场大病 吃了很多药也没有治好 他死的时候一直在惊恐的叫着 黑猫 黑猫来了 他扑到我身上了 快抓住他 就这样他嘴里喊着黑猫 极不甘愿的死去了 而事实上 他周围根本就没有猫 这时财主的家里人才想到被关在铁笼里的那只大黑猫 知道这一切灾祸都是由他带来的 便都来到铁笼前杀掉大黑猫 可是当他们来到大铁笼面前 发现那只大黑猫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逃出铁笼跑掉了 没有过多久 财主家里的人也都得了一种怪病 相继死去了 财主剩下的一半财产 由于无人继承 都被穷人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